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亲友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这是关于肿瘤的一个免疫治疗方面的问题 近日呢,来自于荷兰大学研究者们 他们在这个癌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重磅的研究 CD8阳青梯细胞,它是免疫细胞的一种 他学会呢,会找这个巨石细胞当帮手 也是免疫细胞的一种啊 找他来当帮手以后 然后呢,杀灭我们的肿瘤细胞 但前提是,必须要在免疫治疗来赋能 被免疫治疗激活的CD8阳青梯细胞 会通过区化因子受体CCR5这个信号 将巨石细胞目击到肿瘤的部位 就是说将巨石细胞吸引到肿瘤这个部位 并将它们向有利于抗肿瘤的M1型进行转化 这一部分M1型的巨石细胞呢 对免疫治疗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者员首先在两种不同实体瘤模型的小鼠上进行实验 使用免疫治疗后的一个CD8阳性T细胞和M1型巨石细胞 以及NK细胞中心理细胞等免疫细胞涌入肿瘤的数量 与免疫应答是成正相关的 M1型这个巨石细胞免疫治疗的效应细胞 它清除 它能够清除到CD8阳性T细胞 会使M1型的这个巨石细胞在肿瘤危环境中完全消失 说明什么意思啊 这个巨石细胞M1型离不开CD8阳性T细胞的一个作用 而CD8阳性T细胞对巨石细胞的规训是什么呢 规则是或者说是诱导急化主要运在于两条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杀灭癌细胞后 那癌细胞裂解会能有效的激活叫INOS阳性巨石细胞 第二条途径更为重要 CD8阳性T细胞分泌的区化因子 我们叫CCL3CCL4CCL5 这个区化因子显著的增多 它们会与巨石细胞表面相应的受体叫CCR5结合 是巨石细胞 这样就会被引导或者目击到CD8阳性T细胞的附近 然后再接受CD8阳性T细胞分泌的一个 alpha干扰素信号 开始表达INOS这个关键的标中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激活的M1型的巨石细胞 是如何来杀灭肿瘤呢 第一个非常简单 直接杀灭 通过包吞的作用直接把癌细胞杀灭掉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直接暴力的办法 第二种是激活M1型巨石细胞 高表达INOS这个信号 给癌细胞施加代谢压力 什么意思啊 这个INOS会将肿瘤V环境中的L金氨酸 转化成L关氨酸 这个让癌细胞缺乏L金氨酸 这个关键的营养产物 因为癌细胞肿瘤的生长 需要大量的L什么样 就L金氨酸 而这个巨石细胞 把金氨酸全部转化掉以后 那肿瘤就没有营养了 肿瘤没有营养之后 就无法继续生长 无法继续作乱 这就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策略和办法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科学家们仍然在 滋滋不顺的努力着 在免疫治疗方面来更好的对抗癌症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好的预防癌症的方式 就是莫过于有一个良好的免疫平衡 或者说有良好的免疫力 而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运动 就是我们增强免疫力 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也是预防肿瘤 一个关键的法报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齐医生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